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日服這個禮拜7月3號推出的一個新的活動 那它完成的這個活動的條件很簡單,你只要去打500隻怪物 那打完之後呢,你就會拿到了一個卷軸 這個是傳送到活動任務場地的卷軸 那這個卷軸呢,很簡單啦,它其實也沒有什麼難度,你就是使用下去就對了 那點兩下之後,它就會傳送到一個特殊的活動場地 好,那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一大堆的黑騎士朝你衝過來 但是我們看一下,右下角有一個火風暴的圖示 這時候AUTO按下去,然後你點火風暴 然後燒沒幾次,這些黑騎士它就全部會死成一片 好,那它這個活動設計喔,其實是你要到這個橋的對岸去拯救一個 一師弟喔,就是天鵝騎士一師弟喔 那你現在就扮演著這個送信的角色喔 那你等一下要去找它喔 這個一師弟就在這裡喔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旁邊有一大堆的黑騎士圍著 好,那沒關係,我們的主要這個目的就是去跟這個一師弟講話 然後講完之後它就給你了五個這個箱子 好,那這時候呢,你可以選擇要不要理這個旁邊的這個黑騎士阿 因為基本上他們對你來說不會造成太大的這個威脅喔 那你就記得按AUTO,然後去點火風暴喔 像我剛剛一直點火風暴其實是沒有效的 好,那不錯的是這些黑騎士他們都有帶錢出來喔 所以可以讓你口袋裝一些錢喔 那我們現在來點點看 第一個,第二個都是空的 但是至少都會給這個龍鑽香 啊,有給了一個龍之珍珠 OK,五香點完 好,他給了龍鑽香 好,大部分都是龍鑽啦 當然還有一個龍珠啦 但是整體效益下來我這一隻 呃,玩起來沒有那麼好 好,那其實還有更好的玩法喔 這個小編自己是蠻推薦這樣玩的 如果說,呃,像類似以後有這種活動阿 他是以角色為這個限定的齁 你可以去開分身 像小編現在就練了三隻分身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隻分身齁 一樣的玩法,然後他開到什麼東西 第一個,喔不錯,這次有開到抽卡券 第二次,欸再一張 第三個一樣,龍鑽香 喔,那不錯,我們這次這個角色呢 他開到三張抽卡券 來看一下可以抽到什麼 第一個擺的齁 第二個,看來,欸不錯,有綠色的 哇,他沒有閃霧齁,所以看起來OK 那這個的話他至少還有開到 兩張,呃,三張的這個抽卡券 那葉子的部分也是有補到 然後我們再來看,下一個角色會開到什麼 第一個 龍鑽香,龍鑽香,戰鬥卷 哇,看來這個的話就比較沒有什麼 但是我們拿了蠻多的這個鑽石 就是紅寶石喔 那換到一些葉子喔 好,那以上就是我用了三隻角色去玩喔 三隻角色,然後拿到了三次 總共15個箱子 好,那這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官網 其實他有幾乎會掉一個不錯的東西喔 那這個,像我玩的角色那麼多 如果說我每玩一隻就可以獲得五個的話 我玩五隻,我就可以拿到5x5等於25 那相對來說就是我比別人有更多的機會去拿到更好的這個寶物 好,那分身流,這個就是所謂的分身流啦 不僅在日版試用 其實台版很早 就有很多人是這樣子的方式去玩喔 那這個方法當然也推薦給大家 因為他,畢竟是屬於免費的這個活動 就是所有玩家都可以參加 那你可以用最大的效益去打到寶的話 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事情啦 那這個活動呢,就分享到這邊告一段落 感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要幫小編按讚跟訂閱喔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掰掰